拜登在副总统任期结束后不当处理机密文件 特别检察官赫尔结束调查 报告指出拜登故意保留机密文件 但证据不足不会起诉拜登 特别检察官的报告将拜登描述为年纪大 记忆力不佳的老人 拜登临时决定发表全国谈话 情绪激动时而愤怒 捍卫自己记性没问题 赫尔详细记录拜登想不起来一些事件的例子 包括拜登副总统任期开始和结束的年份 张子博因为癌症去世的时间 以及欧巴马政府时期关键外交政策讨论的细节 川普竞选团队逮到机会酸拜登说 如果太老不能接受审判 那么也不适合担任总统 拜登表示赫尔是在去年10月8号和9号对他进行访谈 尽管当时正忙着处理以色列哈马斯冲突危机 但拜登还是给了赫尔五个小时 拜登的年纪和新制状态一直是选民最大担忧 过去一个星期拜登在两场竞选活动 谈到上任后首次出席的G7峰会 把德国总理梅克尔和法国总统马克宏 跟已经过世的科尔及密特朗搞混 尽管拜登确定不会被起诉 但赫尔这位川普提名的前检察官 在报告里对拜登心智敏捷度的描绘 将成为拜登的政治负担 TVBS新闻家辉美国华府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